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极品嘉丁》 作者 语言 演播 猛哥 第279集 徐渭苦笑道 非是微臣掉皇上胃口 只是这奇人做事向来不拘小节风格出味大胆 天下己无他不敢做之事 待会儿的时兵对战 老臣不敢保证他不会做出什么出格之事 在他身上一切皆有可能 发生了何事都数正常 老朽特请皇上和诸位同僚注意此事 勿要责怪于他 皇帝意味深长的一笑 话里有话道 这算何事 凡是其人必有其行 今日实兵之战 既只贴近于实战 便无不能之事 处处都有意外 不管他有何作为 朕都舍他无罪 皇帝似乎对这奇人甚感兴趣 话一说完 便迫不及待地靠近了墙边 向远方眺望起来 那远处约有一千多兵兵 兵强马壮气势雄伟 皇帝微微遥望了一阵 指着那镇中一人道 徐爱卿 那镇中的白袍小将 便是你说的无名英雄 是景其人吗 白袍小将 徐渭也是一愣 什么时候多了个穿白袍子的 他急急跟到皇帝身前 向远处望去 只见那新开来的军中 一片土黄色的盔甲中 却有一人披着一件白色的披风 来回奔走 气势凛凛 很是拉风 虽然看不清那人的相貌 但看那骚包的样子 不用猜就知道是谁了 好一个白袍小将林三 徐渭深深一笑 心中越发的期待起来 你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吗 徐小姐见林三气势非凡 心中也是微微一震 旋即问道 这是一场遭遇战 对手是谁并不重要 我相信我手下的弟兄们 林婉容大意凛然的说道 旋即却是神奇的 变出了一个笑脸 哎 徐小姐 这话你可不要当真啊 这就是场面上的话 走走过场 喊喊口号而已 对面那家伙是谁啊 如此不知死活 他气势变了又变 叫人看不明白 徐小姐心中好笑 不上战场 还真不知道是谁不知死活呢 对面那位 是皇上前些时日 派到李将军帐中 做副将的辅佐将军 我也是昨日出见 说起来 你也认识 徐志晴神秘一笑道 我也认识 林婉容好奇道 不会真的是那个 什么状元吧 徐志晴点点头道 正是苏状元 你可不要小看了他 他熟读兵书 阵法贤熟 胸中有万千秋贺 近些时日 在军中操练的阵型 有模有样 李将军也赞他 练阵友方 真的是苏状元 靠 那家伙还真有两把刷子 玩了笔杆子 玩枪杆子 简直就是文武全财呀 林婉容微微一笑道 谢谢徐小姐提供 这样重要的信息 不过他遇上我 那就是他倒霉了 我林三在山东打仗的时候 手下弟兄们送我一个绰号 叫做心有千千节 日用万万套 日用万万套这几个字 你懂吗 徐小姐 徐志晴见他脸上笑得淫荡 就知准不是什么好话 美目瞠他一眼 便当作没听见他的话般 略过了 请将就训事 吴不归走过来大声道 林婉容点点头 瞥了自己身上一眼 手下弟兄们都穿得微风凛凛了 他的行头还没置办整齐呢 你不用穿盔甲吗 见林三手下兵马集合齐全 却唯有他这统帅 一身变装没个正经 徐志晴忍不住眉头一皱 轻声问道 我没有盔甲 林婉容嘻嘻一笑 转身喝道 徐震 取我战袍来 登令 徐震催马上前 勒住马将 双手恭敬送上一套行头 徐小姐略扫一眼 却见是一件白色的披风 和一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破羽毛扇 林婉容将那披风套上 轻轻一抖 便刷刷作响 甚是微风 她手指羽毛小扇 微微摇了两下 一副先锋道骨的模样 徐小姐 你看我这身行头怎么样 是像常山之龙 诸葛之亮 还是硬梦贤臣啊 什么常山之龙 诸葛之亮 硬梦贤臣 徐小姐微一摇头 这人说话古里古怪 叫人听不懂 林婉容肤色本就是渗黑 这一身白袍小将打扮 却是梅渣上附了点点白雪 望着甚是闲言 徐志晴忍住笑道 你准备好了吗 嗨 林婉容这才想起 这个世界没有赵云和诸葛亮 更没有说唐传和薛仁贵 自然没人认出这身行头 难怪方才嘱咐许镇去办的时候 他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妈的 老子本来还准备上演一场白袍小将 与硬梦贤臣的好戏 这下却成了笑柄 这作秀太他妈失败了 您正在收听着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 极品嘉宾 眼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林婉容在数千将士阵前来回走了一圈 目光扫处见重兵士脸上满是期待之色 林婉容与善轻摇畏畏已笑道 诸位兄弟 知道我们这是要干什么吗 预言 众人齐声答道 呲的一声 林婉容身前一匹黑马前蹄跃起 却原来是林婉容一刀半击在了马屁股上 黑马长长的司鸣压住了众人的声音 林婉容目露凶光 恶狠狠地大声喊道 我没听听 再说一遍 闭眼 众人又是一起喝道 撕得又起一阵精明 接着一股血光升起 冲起树杖来高 司鸣声戛然而止 那战马的头颅与身体刹那分开 却是林将军手起刀落 剑了血气 演习 这是演习吗 林婉容手持长刀 刀尖上滴滴血字顺序低下 他双目赤红傻气腾腾道 军人的字典里找不到演习两个字 这是战争 是你死我活 明白吗 剑了血光 经历了血战的老兵 瞬间惊醒 浑身血液沸腾 顿时明白了林将军的意思 林婉容目光平缓 面无表情道 我再问一次 我们要做什么 你死我活 众人长刀出窍 一股惊天的杀气 瞬间迸发而出 林婉容身后的杜修元 几人看得心惊胆颤 推演如石兵 虽是没错 可这毕竟是演习 要照林将军这个打法 那是真的要拼起来 唯有胡不归和李武林 看得心旷神怡 李武林浑身热血沸腾 大叫道 打他奶奶的 胡不归咧开大嘴 甜甜干涩的嘴唇道 对了 仗就是这样打 兵是在战斗中杀出来的 不是平日里 花拳修腿练出来的 杜修元心忧道 胡大哥 照林将军这样打 会不会出事啊 胡不归摇头道 怕个鸟蛋 全军之中 除了林将军一人 其他人手中的兵器 皆是枪无枪头 刀位开封 顶多是摔个断胳膊断腿 挨几棒子肺腑出血 死不了几个人的 胡人战力强悍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他们族内尚武 崇拜强者 内部争斗不断 这才有了如今的实力 杜修元摇头道 这一拼杀 纵是死不了几个人 但那损伤 却是大大的增多了 会不会引起 对方军事的滑变 别忘了 上面还有皇上 和各位大人盯着呢 胡不归眼睛一瞪道 书呆子 你怎么越活越回去了 这是实战不是演习 我老胡最佩服林将军的 就是这一点 军人字典里没有演习两个字 胡人会因为皇上和各位大人 在旁边盯着 就对你手下留墙 瞧我说 这是给对方军事上课 经此一战 他们将来对上胡人 才能少流血 林婉容听到身后二人的争论 却是一言不发 将那低血的长刀 扔给许镇 默默道 将这战马 后续葬了 这一幕 看得许芷晴目瞪口呆 这人变化也太快了吧 方才还在嘻嘻哈哈 眨眼之间就手起刀落 连眼珠也不曾动一下 什么叫彪悍 这就是彪悍 不打演习打实战 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军事思想 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 却非常实用 叫人心惊胆颤 却又热血澎湃 他在山东就是这样打仗的吗 徐芷晴有些懂了 诸事皆已准备完毕 见徐芷晴策马远去 林婉容神色肃穆地堆离声道 李大哥 我让你准备的东西 你都置办好了没有 李胜道 方才时间紧急 我找到的数量不多 不过那甘草刀有的是 他顺手一指 只见四周堆满了甘草垛子 这些是近几日冰眼中 战马的口粮至少三天的 林婉容俯身在他耳边说了几句 李胜一惊道 这如何使得 林婉容眼中射出坚定的光芒 狠道 实战 什么都会发生 李大哥 你就照我说的去做吧 李胜领命去了 林婉容这边整兵完毕 列队待发 林将军正要发令 呼听对面一声炮响 接着便是一阵惊天的呐喊 数不清的兵马 高举刀枪 如潮水般冲了过来 妈的 这就来了 林婉容看了一眼 心中骂道 玄吉觉得不对劲 他以不可置信的眼光 伸出一个指头 一个个数去 数了几个 实在数不下去了 将那羽扇重重一杂 跳起来怒吼道 你操他奶奶的上当了 这哪是一千人 这分明是五千人啊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